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晴云 来自巴士的晴云 也是来自Brian & Jess 我的CCA是凯云 然后Darling是我的上届 然后 我是如何认识 我是通过Darling 认识BD,认识Chirodo的 在去年的 2022年的 2022年的时候 6月DT的那个 忽然间 就走,然后我们就去 医院做一个 检查,检查出来报告 是说DT的那个血糖 超调,我记得那时候 他的那个血糖是 去到37.8 然后他的 那一个 就是 只有5.5 正常,一般的正常 是要10到13的 可是那时候不意味 的情况,医生就送他去ICU 在进了ICU 过后,也是有做那个 X-ray X-ray的报告 是说他的那个小腿 到他的那个背 那个脚背这些 都是浓 所以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手术 可是因为DT的情况 是有糖尿病 所以如果做手术的话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就是会很难复原 或者是不会好 然后医生也在我们做心理准备 就是说 他的那个伤 如果不好的话 一继续发炎的话 就要做解脂 所以在这个情况 我就很担心 然后我就联络上 了我的朋友 来给予 所以我就问他 这个血糖 都可以帮助我的弟弟吗 他就说 他很信心的告诉我 说,当然可以啊 然后我们就 只有选择相信这个血糖 弟弟就在 给予的帮助和安排之下 安天我就拿到了血糖 然后弟弟也是在当天做手术 我也是马上给弟弟吃那个血糖 所以吃这个 出院了过后 因为他们是糖尿病慢 必须是要马上做 回去了做那个洗伤口 在这一段期间 弟弟是很认真的 就是每天一定会准时去洗伤口 然后他会医生给别的药 他是一定也要准时吃 再加上配合这个血纹 吃那个血纹 那时候他是一天吃六包 然后五碗饿了吧 所以可以清楚看到他 因为他出院的时候是在续业 然后他的脚是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看到他的康复 到八月 然后 就是这个是最新的康复 所以 就是看到很大 然后就是很感谢公司 然后也要感谢房哥 已经进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 如果说身边有什么可能是类似 这样的地价状况的可以 不妨试一下这个血纹多 谢谢大家 和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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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